我們今天是英文教授 現在請來歡迎我們的榮譽 連續辦理七屆的壽山高中 引用英語科專題展 每年都受到熱烈的迴響 而今年有別以往 引用英語科和美術科的老師 共同授課 將英文結合圖畫的方式 製作專屬繪本 更能凸顯學生專業核心的能力 我們今年的應用科的專題展 在我們的應用科老師 以及美術老師的指導下 可以發揮他們的文學功力 以及各種繪畫的能力 可以做出不同的故事 那更重要的是 也結合現在科技成為一個電子書 所以孩子把他們的想像力 跟內心世界透過這樣的繪本方式 去呈現出來 一開始還蠻陌生的 但是老師其實蠻會教的 他是一步一步帶著我們一起走 然後所以到後面其實也越來越上手了 這次的專題展是有高二學生 花費將近一學期的成果 一共展出18組的繪本 呈現方式更是多元化 包含紙本形式圖像影音化 由學生配音 以及點讀筆增加閱讀的豐富度 不只發揮學生的英語專長 更學到跨領域的知識 我們這個繪本是結合AI 因為現在的科技是非常在走在前端 那我們就結合我們的專業 我們的英文 然後跟現在的科技來進行結合 然後我們也進行拼貼的方式 讓他們比較顯出有AI這些機器人的特色 那時候我跟我朋友就是有想過高中畢業以後 我們會想要到山上一起錄影 然後就是享受在星空下一起彼此束苦的感覺 然後我們這本繪本其實比較偏向科普類 每一個都是我們自己畫的 A period At the beginning The plants of earth are flourishing 繪本書的誕生 從企劃、圖像插畫到數位整合行銷等內容 都是由井高二的應用英語科學生所完成的 校方也一直鼓勵學生積極從事專題製作 培養創新的思維 也歡迎有興趣的校內外師生 在6月19號前都能到校欣賞 記者尤家瑜桃園報導